联大总辩论登场 我的友邦 巴拉圭 贝里斯 帛琉 还有瓜地马拉都为台湾发声 力挺台湾加入联合国 非邦交国的杰克总统 则公开谴责中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支持台海和平 也是首日为台湾发声的非邦交国代表 上个月才刚就 就职的巴拉圭总统贝尼亚 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出登场 就力挺台湾入联 加上瓜地马拉 帛琉以及贝里斯 我国友邦元首都提到支持台湾 不该被排除在外 友邦也敦促联合国保障台海和平与稳定 对台友善的杰克总统帕维尔 也公开发言谴责中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是首日为台发声的非邦交国代表 除了台湾入联议题 11月由美国主办的APEC领袖峰会 以联邦中议员古登为首的 25位共和党籍议员 再度致函给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邀请总统参议员参加峰会 认为台湾应该获得APEC成员国同等待遇 古登几个月前也致函过相同的议题 但是目前国务院没有对此做出评论 记者韩英朋友总整理报道